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怎样 我一定会永远保护凌儿姑娘 我永远不让她再受欺负 李萧娃娃成亲了 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啊 街上都在传 听说是仙灵岛上的仙女 来了来了 恭喜恭喜 她也来呢 谢谢谢谢啊 这位姑娘 简直就像画上的仙女 飞出纸来 夏兰 夏兰 来两碗红豆粥 哦 好 秀兰 你手抽筋了 干嘛这么大力 好甜啊 多喝点 李萧娃 她是谁啊 她 她是零二 她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 婶婶的 姐姐的 小叔的 七舅的 丈人的 外曾孙女 哎呀妹妹 别问了 这位姑娘长得好标致啊 果然是仙女的模样 提着 正好 李逍遥 又怎么了 你们男人就是这么讨厌 看见更美的就变心 哼 说什么呢 小艾哥哥 嗯 你和那位姑娘感情很好吗 我们就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是这样 那 那你会娶她吗 你喜欢她吗 啊 我怎么可能娶她呢 我又不喜欢她 你五岁的时候 你还说过要娶我姐姐呢 喂 我五岁的时候还说过要把你扔海里为大王办呢 你 好 我告诉你 我要跟这位姑娘说你小时候所有窮实 哎你别胡说不到了 你胡说什么呢在这儿 我我哪胡说了 你不好好煮就添什么乱 赶紧快添 好了好了 别人赛 别说了 这是人家自己的事你就别管 我就是了 我关你什么事 你怎么 多少 哼 年儿姑娘 嗯 你是不是累了 没有 那你怎么不开心的样子 没有 我很开心啊 而且 我特别喜欢这个镇子 大家 人也都特别好 那你既然喜欢的话 就多住段时间 想住多久都可以 咱们还可以出海钓鱼 我跟你说啊 那些鱼都特别傻 笑语了 笑语了 人儿跟我来 人儿跟我来 如果 真能有这样的妻子 那可真是 十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不管怎样 我一定会永远保护灵儿姑娘 永远不让她再受欺负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